我姓賴 阿嬌兩年前開玩笑表示 她從此姓賴 不過原來她已經靜悄悄 脫離賴太太的身分 今天經傳她和賴宏國 早在3月1日離婚 不夠兩年的婚姻突然畫上句號 事件震驚整個娛樂圈 阿嬌所屬公司 也代阿嬌向傳媒承認消息 表示雙方已經簽了分居協議 希望能讓雙方一個冷靜期 阿嬌又聲稱 兩個人相處是一個大學問 雙方亦不可以對大家有甚麼寓言 始終是她和Michael之間的私人士 只是想說大家尊重對方 以後關於婚姻的問題 不會再回應 多謝各位關心 當初恩愛甜蜜 為何婚姻兩年未夠就畫上句號 離婚的原因竟然是她不愛我 真的挺好嗎 我愛你 我愛你 有傳阿嬌結婚是一時衝動 她和賴弘國只相識兩個月就結婚 2018年5月結婚之後 6、7月感情突然由熱轉冷 阿嬌表示後悔 說她雖然喜歡賴弘國 不過不夠愛她 之後兩人演出內地的真人鬚 由於相處時間多了 而且要各自表白 兩個人的關係反而得到改善 還不時在社交網站互相恩愛 不過由於阿嬌和賴弘國 經常在台灣和香港兩地分隔 遠距離又令關係出現散疏 今年年初阿嬌去到馬來西亞拍戲 賴弘國去過探她 當時並無異樣 後來阿嬌回到香港要隔離 有傳大量的讀書時間 令她認真思考兩個人的關係 最後阿嬌發現她愛得不夠 毅然決定要跟賴弘國終止婚姻 難怪賴弘國表示她不愛我 爸爸媽媽,我以後會照顧她 放心 我們會狠狠地馴服,謝謝 賴弘國期後發表千字文 免懷她和阿嬌的一切 她表示很多地方 都留有兩個人甜蜜的竹刃 可惜阿嬌不再愛她 不過她依然覺得 阿嬌是最善良、最美麗的女人 我真的很開心可以認識你 你是我認識過 我真的覺得最美麗、最善良、最勇敢 然後也是我覺得最有趣的女人 如果重來一次 我還是會跟你結婚 只不過一切不會再回頭 兩個人最終離婚收場 我,賴紅國 願以你、鍾嘉莉為我的合法妻子 我,鍾嘉莉 願意你來雲國為我合法丈夫